各位網友 又到許知苑的《魯生常談》了 今天我繼續講李清照 在宋池上一些很出名的名詞 是大家會很欣賞的 我現在讀這首名詞 叫做《聚花音》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讀過這首詞 薄霧的龍魂仇永咒 雷碎腦噴金秋 戒截的幼蟲陽 玉枕沙錘作夜涼初頭 冬禮把酒黃昏後 又岩香迎咒 莫道不消暈 廉捲西風 人比黃花壽 我們對這首詞聽到之後 他充滿了一種 那種才氣 來形容他個人 這個當時的那種感受 先講他的環境 那你就可以慢慢來 知道他是因為 在重陽節 在佳節的時候 所見而且所減的東西 博霧龍魂仇永咒 霧就是博的 雲是龍 於是在這樣的天氣 博霧龍魂之下 龍咒 人的情緒是一般的 仇永咒 今天是晴天 但是因為博霧龍魂 天暗暗的 仇永咒 引起人的思緒上 有一種不快樂的 一種仇減的 睡腦噴金秋 有錢人家 就將那些龍魂 有一種香料叫做龍魂 放在那個 一個金屬的 塗色的 一種野獸的形狀 放在裡面來燒香 將這些龍魂香燒著它 那些煙是香氣的 是從野獸的口噴出來的 所以說 睡腦噴金秋 就是這個意思 雞節又從羊 什麼叫做從羊 從羊咬數就不是羊 是咬數 羊就是單數 從羊最大是什麼 是九字 從羊兩個九 就是九月初九 所以我們叫做從羊節 玉枕沙槌 玉枕 就是很漂亮的枕頭 沙槌 他睡覺 那張床呢 沙槌 我們沒見過沙槌 怎麼樣 大致上呢 就應該是四方的 好像我們 一般來說的沙槌 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沒正式見過 宋朝的沙槌是怎麼樣 我們形容不出來 一般來說 在民間 那些我們的窩房呢 那張床呢 那張床呢 因為以前不是好像現在 那樣能夠清潔一些蚊 清潔那些細微的飛蚊 或者等等 那張床呢 我們不知道啊 但是有個沙槌 好像叫沙槌 那樣下來的 是蓋著這個呢 那張床的 昨夜都糧初透 因為重陽嘛 當然是秋風啦 重陽節九月初秋 這個呢 已經是什麼 是深秋了 深秋 這個呢 糧初透 現在呢 感覺糧呢 是透進來 是透入深入目的 透入這個 惡房就行 任你想像的啦 是嗎 東里把酒黃昏後 竟然這位小奶奶呢 是黃昏之後呢 喝過酒 東里呢 我們講陶淵明 這個 在東里 這個 在南山下呢 是可以看到 在東里裡面呢 就看到那些菊花 所以東里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呢 是代表菊花 是菊花 有菊花生產的地方 把酒 我在東里那裡把酒 就是對著黃花來喝酒 黃昏後 這個寂陽西下呢 我在那裡喝過酒的 有岩香 有岩香 營酒 當然 黃花呢 是一種 淡淡的味道 它的香呢 不是好像濃郁 到好像 或者其他玫瑰啊 或者腸味啊 或者其他 很濃郁的 花 的花 這個呢 這個呢 菊呢 是一種淡淡的菊 岩香營酒 因為它在東里 這個菊花的地方呢 是喝酒 所以有岩香營酒 我呢 莫度不燒雲 不要說不燒雲喔 燒雲是什麼呢 很多人都以為現在呢 很燒雲 其實呢 是心靈呢 一種 是 覺得是 能夠呢 離開他的身體喔 一燒雲呢 就是 一種 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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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 啊 這個 就叫 燒雲 又感動 他的心緣的呢 就是燒雲 因為 一魂魄 是 離開他的身體 莫度不燒雲啊 不是一定風流 那種燒雲 不是一種 是 這個 我們所謂呢 減性的風雲 而且是一種 精神上呢 那種的 對某一種 正派的事物呢 感到呢 是 好像 震動的心軟 離開我們的肉體 這種就是燒雲 莫度不燒雲 臉捲西風 這一句一轉筆呢 就很好了 很多人呢 就應該是西風捲臉的嘛 那個臉捲西風 他倒轉來講 臉 我們抽起它 可以捲著西風 你看到西風呢 一張臉捲起呢 你就看到東離 這個谷了 人比黃花燒 這個谷呢 跟你相照呢 是相比呢 我啊 比黃花 黃花就是谷花 黃花谷花 即是我們等於這個東離呢 是不是 我們說 彩谷東離下 猶然見難生 屠於明廣 所以我們谷花呢 彩谷呢 是代表東離的意思 所以我們 東離 把走黃昏後呢 你不用 你不用說是谷花 你一講東離呢 就知道谷花了 換句話說 這裡呢 講人比黃花燒 我一捲臉一看 我們呢 在東離 就是旁邊而已 剛才在東離喝酒 現在回來我房 捲起這個臉 臉捲西風 趁著這種西風的消灑 人比黃花燒 我覺得我呢 已經是潮碎了 比黃花更潮碎 這個呢 就是這個 有個故事就是這樣的 當時呢 就是這個李青趙呢 在松狗的時候呢 就寫了這首詩 寄給先生喔 趙明勝 趙明勝 啊 這首詞呢 講不出的好處這麼多 講不出在哪裡 為什麼寫得這麼好呢 那麼他呢 鬧夜 他因為他夫婦呢 時時都是唱籌的 是嗎 他在松狗見不到他呢 太太寫封 寫這首詞來給他 他一看 好感動 但是不知道他好到哪裏 一時呢 唉 我跟他唱籌才行 就將他呢 三周三夜 因為他 埋著這首詞嘛 他自己都著了 那麼他 越寫就越有勁 三日三夜 寫了十五首出來 所以他都很仔細寫喔 結果呢 他拿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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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德夫說 哈 他說呢 這幾首詞啊 他一個撈亂 他不 不告訴他 哪裏是他太太寫的 哪裏是他寫的 他撈亂的 那首 將李清朝 即是李易安居士 那些詞呢 加上他自己的十五首 那個撈亂 給他看 然後 陸德夫呢 他說呢 他說呢 這十幾首詞 最好呢 就是三句 他就是 剛才我們講的一句 莫道不消雲 念卷西風 人比黃花燒 這三句是絕好的詞 沒有 趙明成 一想 後來他才說 這三句都是我太太寫的 不是我寫的 你說好不好 所以這個 李清朝呢 真是不得了的 了不起 一個詞人 我剛才說 我不要說他 我罵了一句 他是南宋最好的詞人之一 他不是最好的一帝 只有一個 不是這個意思 當然蘇東波 這個黃花燒 各有他的風騷 是吧 我們也不能夠 包括比如 新西侄 其他的 劉詠 很多很多 南宋慈人 等於唐一代的唐師 所有的人才 集中在宋慈 在宋朝的時候 北東北宋南宋 都是持一個大盛的時代 多謝各位